- 豪華海景親子房 豪華海景親子房 這家飯店的每一個房型都是面對海邊的 我這趟旅程最期待的午餐 很精彩嗎? 就是一個華爾滋的舞曲 在你的舌尖上面綻放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ki 所以我現在人在花蓮 然後呢 因為這次的花蓮算是有點小快賞 我們雖然是三天兩夜 但是因為第一天的時候是下午才出發 到花蓮已經晚上了 所以我就要用這兩天兩夜的時間 帶大家好好跑一下花蓮的幾個景點 首先呢要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飯店 它是完全緊鄰著海邊的 所以蠻值得介紹給大家看 我就先來帶大家看看我的房間長什麼樣嗎? 這次我們入住的喜賓杭旅 是花東唯一一間以乾車為主題的度假飯店 從大廳到前台都用許多路標來裝飾 到花蓮各大景點也非常方便喔 喜賓杭旅除了可以將腳踏車自己牽到房間之外 還做了許多動線上的貼心設計 例如眼前這個 無障礙走道 它不像一般飯店一樣有走廊 它為了方便單車可以直接進入房間 所以它設計了這樣子的門 這裡的所有的地道每一個房間呢 都是非常平坦的 就可以直接進房間這樣子喔 這是我們的房間 我們房間其實是 豪華海景親子房 就是這兩邊呢 它是給小朋友睡的 可是它有180歲成人也可以睡 然後這邊床部的部分 是一個King size的床人床 我昨天睡的時候很爽 因為到處滾你都不會滾下床 太大了 因為我們是五個人 所以沙發的部分 這邊又再變成一個沙發床架 然後再來帶大家看看浴室 浴室其實很酷 它這個浴缸超級深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超過200公分 因為我昨天躺的時候完全勾不到底 然後這個很貼心的是 它給你一個靠的背墊 然後這裡就是一般的毛巾等等的 在這個浴室的部分呢 這邊是一般的蓮蓬筒吧 上面還有一個花灑 這個花灑很爽 因為它一打開大概兩三秒就有熱水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熱水提供狀況還蠻好的 卡大的沐浴備品超級多元 聽說還是來自義大利的品牌 然後浴室的設計其實是蠻神奇的 就是它這邊可以這樣打開來 直接通到剛剛浴室這邊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對 殘障人士蠻友善的一個空間啦 然後一般浴室如果在床木旁邊 不是床不容易太潮濕嗎 或者是很怕那個水會激倒 所以它這邊就做了一個高低 就不會露出來這樣 然後它的淋浴設備跟它的廁所是乾濕分離的 所以它的廁所在這邊 登登 免治馬桶 然後它的免治馬桶除了有這個一般的這種 自動沖洗屁股的功能之外 它還有一個這個 換氣 所以你大便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這個換氣 就可以馬上除臭了 這個牙刷被瓶的部分的話 昨天我用它是用黑人牙膏 然後小毛巾在這兒 不算是很大啦 就是小小一個空間 但是我覺得它又把洗澡的跟馬桶分開已經夠貼心了 然後這是我們的小冰箱 冰箱其實就是小小一個這樣沒有特別厲害 保險箱在這兒 然後它其實備品給蠻虛花的 就是有咖啡、茶包、礦泉水、奶精、砂糖、杯子 還有 還有一個這個 小點心裡面是巧克力酥啊或是花生酥等等的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的是這家飯店 它的每一個房型都是面對海邊的 所以每一間你都可以看到太平洋 有沒有夠厲害 沒錯來到花蓮就是要來看海馬 我們入住的房型一共兩個小陽台 早上醒來就可以坐擁太平洋 真的超級夢幻 飯店二樓還有一座無邊際泳池 水面映照著藍天白雲 就算不下水在岸邊曬曬太陽也超級舒服 同樓層也有設置記錄櫃和款洗濕 房客就可以就近沐浴 咖啡甚至還可以免費租借腳踏車 使用飛輪健身房免費停車場 我們五個人入住一晚和早餐是六千三百八十元 等於一個人每晚只要一千六百多塊 CP值是不是很高呀 開箱完房間我們就出發準備玩花蓮囉 第一站呢我們先來到的是台開心農場 因為我們這次安排了幾個是免費的景點 那台開心農場除了有一些小動物之外呢 它所有的路線和參觀的點都是免費的喔 這是第一隻動物嗎 蛇鳥要走了 回蘭灣開心農場 總共佔地45公頃 美麗的山海風景 超級適合親朋好友來這裡走走 不過懶人如我們 還是租電動車移動最輕鬆啦 現在我們經過這裡是水鳥區 沒有看到那個單隻腳站立的 在我們俗稱叫洪赫 什麼稱叫洪赫呢 他轉來就很可憐 轉來就很可憐 園區內還有開放和打小動物的衛視體驗喔 好可愛喔 放在這裡喔 阿爹在隔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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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阿! 哇~~ 哼哼 阿… 你也還有鹿角欸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哈囉 牠會怕人嗎 牠不會 哈囉 噢馬甸就開始蹭了嗎 阿 開始翹屁股了 Morocco 喔真的嗎 因為我們就開始走囉 哈哈哈哈 油門準備好了 哈哈哈哈 欸 走喔 登登 這裡就是貨櫃星巴克 其實它跟台開心農場就在隔壁而已 所以你也可以走過來 或是開車兩分鐘就到了 必須說 因為我想像中那麼漂亮 可是它就是一個得來速的星巴克這樣 蠻特別的啦 貨櫃屋星巴克隔壁呢 就是 新天堂樂園 就有點像是一個夢這樣 這邊就是大家最常拍照的這個位置 就會站在那有沒有 然後這樣後面就是整個貨櫃星巴克 第三站要帶大家吃午餐 今天我準備的這家餐廳 是我這趟旅程最期待的午餐 這是海景第一排的海鮮肉炒店 有沒有炒水 除了欣賞海景 來到花蓮當然要品嘗一下當地美食 這次我的新發現 就是這間位於太平洋旁邊的海產熱草店 湛藍的海水拍打在岸邊 今天的主角就是 烏米海鮮 沒有華麗的裝潢 烏米更像是零食搭建的海邊小屋 菜單平上多元 龍蝦甚至是老闆親自小孩補的 大火快炒食材 網上有不少人推薦 烏米的炒青菜和水煮白蝦 我們當天點的是綜合剩餘片 還有這一盤滿滿高黃的炒大隻龍蝦 另外超碎蓮 炸小卷還有三杯小章魚 都是我和朋友滿推薦的品項喔 特別來賓啤酒海海景 我們等了半個小時之後呢 終於來了第一盤的生魚片 它的那個所有的漁獲啊 都是當天自己去抓的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好肥的鮭魚 不要說 它就是一個華爾滋的舞曲 它在你的舌尖上面 綻放 很靜 不會 綻放 你怎麼綻放 就像煙火一樣 咻 哇 咻 碰 你要不要碰 噔噔噔噔噔噔 很精彩嗎 我們點了一隻龍蝦 這樣子一整隻690 嗚呼 這個龍蝦真的有夠彈牙 烏米的海鮮味道真的非常新鮮 有好幾道也都非常下凡 就是等待時間 好吃耶 可是跟大家講 如果你們要點餐的話 一定要盡早趕快決定 可以先送我看一下菜單 然後直接來直接點 因為它一次點的話 大概要等半小時左右 所以如果越晚點越不思想 噔噔 我們剛剛吃起來總共是1810 有龍蝦 有小章魚 有小卷 總共一個人才300多塊耶 300多有龍蝦 就300多我覺得很開心 我個人覺得這邊很值得來吃 就是如果大家想吃的話要記得先提早打電話 你如果當天來吃絕對不會有位置 開車4分鐘 華蓮最近爆紅的打卡景點 海雅谷 就在烏米海鮮附近 作為有海景第一排的視野 海雅谷的園區內 設計的非常有異國風情 不論是戶外還是室內周圍區 每人低銷100元 另外海雅谷其實主打豪華露營 所以如果不是房客 是不能參觀旁邊的露營區喔 我看他整家店看起來只要有剩兩個東西 是他的原味千層跟他的抹茶千層 吃吃看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其實奶茶就是一般的茶包加奶的感覺 我們還有多加一個檸檬塔 水果檸檬塔 我覺得檸檬塔比千層派更厲害 應該是我覺得千層派不錯吃 但是沒有特別的特色 然後檸檬塔是因為他夠酸 個人覺得海雅谷就是比較適合平日來 因為平日來人少 你看那個海景就比較享受 現在假日來的話 雖然也是蠻美的 就景色不會變 但是你會多了很多人 趁著夕陽 我們先回飯店睡個午覺 因為下一集要繼續跟大家介紹 花蓮最高評價的焗酒屋 以及限時限量的超人氣 魚湯拉麵喔